面對東北規劃的爭議聲音 新界東北發展研究專家小組成員陳東岳認為 當局無需撤回計劃 建議政府擴大新市鎮的人口指標去到25萬 其實公屋的需求這麼大 應該是在公屋方面調整一下 做多些公屋 我覺得提高到25萬 這個都不是過份的 當然現在很多人關心 屏風樓會否建得太密、太高 我覺得這個也有空間 讓建築設計師去發揮 對於有農民和村民要求不遷不察 陳東岳建議政府可以參考蔡元村的解決方案 在新界東北發展地區 劃出6%至10%的土地回應有關訴求 在玄江找回另一塊地 將這塊地切割成小的份數 而因為這群受影響人士是耕田 漁護署給復耕的牌照給它 亦因為地政署給它建屋的牌照 而在搬遷費方面政府有一個津貼 保留原區關係的網絡 感情上這種影響減到最低 他認為東北發展計劃存在很大的修訂空間 政府應該把握時間 重新檢視計劃內容 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